大家好 欢迎回到汪向编辑报的《笑声汪新闻》节目时段 今节由我许珊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节回来要讲讲封面人物就是周庭 我们在12月28号的时候都录了一节节目 就说他这一天在最后限期要回来相关的警署要去逐宝 就是要由加拿大飞回来 其实就在他较早前生日的时候出了个帖文 就讲解了他的经历离开监狱之后 究竟有什么遭遇呢 对于因为他干犯了涉嫌是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 因此过去曾经被警方拘捕 他还很经典地把两只手放在后面 就扮备手扣住那些款 其实之后都是有获得保释的 当然他有一定的条件的限制 例如刚才提到要回去警署定期的逐宝 还要交出旅游证件 后来他也说自己要去加拿大升读这个碩士 因此也获得警方发还护照给他 也是他自己透露过 去了加拿大之后 警方也是打过两次电话给他 问他有没有见一下黄人 大家明白什么叫黄人 因此他真的没有回来 正式违反了这个保释条件 至于有没有去过深圳 或者什么他所谓的悔过书 这种故事的细节都是周庭一个人说的 叶楼说的这么狡猾的 和这么会做戏的正棍 有多少成真有多少成假 我想大家不妨一起留言 回来媒体都有马上问警方 他没有回来 违反了保释条件 怎么办呢 也看到他畏罪潜逃 要严厉谴责这些羞恥的行为 还说会全力依法追捕他回来 当然可能你会说 他人都走到加拿大 怎么追呢 我们都看到罗冠聪那方面 做到百万通緝犯之后 他生活似乎都不是这么好过 有些人都叫做怕了他 离弃了他 有些人仍然都敢黏在一起 不过去到好像Patreon这些 对他的打击都叫做多大 我们看到罗冠聪现在还说要去 写他第二本的书 到时有没有人敢买呢 哪一间出版社会和他出呢 还是到时出电子书 Patreon这样众筹 会不会呢 这个是一件事了 回来先说 周庭其实我们公平点说 根据法例来说 甚至乎以他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他踢了宝的话 警方就会尽快去找一些相关的证据 搜证等等 要加速 能不能够正式落案起诉他 到时候 他才算是一个真真正正的通緝犯 见到警方也重申说 危害国家安全是极度严重的罪行 警方是会追究到底 任何的逃犯都不要想网上逃来香港 就可以避开刑责 这些逃犯除非是自首 否则终生都会被追捕 也会后悔莫及 可能你说 你看罗冠聪现在 斩眉斩眼 好像很开心 他可能有些弊异 你不知道 不过另一方面 许智峰 那些似乎 令人觉得很 憤怒 说自己有一份 律师留的工 医食无忧 香港的物业 好像叫做卖了 回到周庭 最新消息 今天早上 警方去到周庭 他本身在香港的家 找了他的父母 去到大埔警署协助调查 见到报道所指 周庭的母亲 就是他的担保人 这次真的叫做 捋到他的家人 你说是否要坐牢 又没有说要坐牢 最基本盘 保释要有保释金 即是他妈妈拿了多少钱 来保释他 我不知道 这里的金钱上的损失 也是一件事 女儿的自由问题 或者她身心灵方面的健康 可能在妈妈 爸爸的角度来看 有钱都买不到 女儿 你就去吧 安心去吧 父母留在香港 好了 对于这件事 我们有几个角度 都可以一起分析一下 第一 这个棋子周庭 说到 这么得人害怕 国安法 监控他的人 又说要他这样 又说要他那样 又常问他这样 问他那样 说到这么有滋扰 完全没有自由空气 最多都叫出街 做完事就要趕回家 这么得人害怕 是不是 如果这样的话 又说要悔过书 又说要这个条件 那个条件 这么危险的话 你还会留下你的父母 在香港吗 代表什么呢 他父母 究竟事前 知不知道他 去到加拿大的话 就会不回来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第一 他父母 是知道的 那就精彩了 何以 为什么你不前后脚 叫你父母 都离开了香港呢 你说到香港这么危险 说到国安法 这么得人害怕 到时生安百祖 都要做些罪名出来 说周庭的父母 就是砌他们生猪肉 说他们两个 原来都是有 跟周庭一样 一起去串谋 勾结外国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的 砌他生猪肉 砌到两个坐牢 抓不到周庭 钳制不了他这个人 拉他父母两个 冤枉到他们要坐牢 以舌心头之恨 这么多话说 那有没有 那不会的嘛 你只是看罗冠聪的 父母和他的哥 阿嫂都没事 是不是 许志峰的家人 亲戚那些有没有事呢 其他那些有没有事呢 没有嘛 其实就这么简单 其实即使 并非 好像周庭说到 那么恐怖 那么得人害怕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 另一个点 假设他父母 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 或者都不知道 原来周庭 是有计划 不回来香港的 那更糟糕 为什么呢 第一 你连亲生父母 都不告诉他们 第一 怕他们两个独恢 第二 就是想他的父母 在香港帮他挡 到时候有什么呢 就好像这样 叫他们两个 回去警署调查 当然啦 我们都说了 周庭 并非一个 疑犯 因为未正式落案 拘捕他 只不过 他是顶不住 那些的保释条件 例如没有了护照 不能够去他最喜欢的日本 旅游 吃喝玩乐 不过某程度上 他能够申请护照 去加拿大读书 问一声 可不可以去日本玩 行不行 我想理论上也不行 他说到读书 似乎就真的骗了警方 为什么会被他骗到 这个就是一个迷 老实说 大家都知道 这个何韵詩 唱歌都是艺人 演艺的艺人 虚偽个偽也行 我们看到 何韵詩 相比周庭 他都没有那么多 激疾那些 又说要去 哪里读书 或者不能离开香港 觉得很惨 不去哪里 他还有心情 寫歌 去电台 推销他的新歌 或者 在香港见到 王耀明 又揽头揽脚 去听演唱会 真的很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极端 其实两个 都是曾经 牵涉到国安法 而被拘捕 也有保释的条件 两边都很近似 但是对比之下 何韵詩也是坏格 但是周庭还更加贱格 不要介意 我用这个贱字来形容他 是真的很过分 很离谱的 如果这样的话 要不就这个港区国安法 有多么得人害怕 这些 全部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 如果你说到那么恐怖 而你又是一个 什么说要争取民主自由 什么活得安心 活得自在 你舍得留下你的父母 在这个港共政权手上 你做得出 基本上就是人 如果你说到那么危险 你怎么也要想起 让自己的父母 能够离开才行 冷血如 许智峰 战格如 许智峰 瘋得好像许智峰 他都会自己 骗了个护照 飞走了去 准备流亡的 前夕 就叫他的老婆 家人 和小孩子 快速飞去英国 大家还记不记得 某程度上 还可以叫做 走到 就是他的家人来计 对比周庭 理论上来说 周庭去了 加拿大的时候 9月 他的父母应该 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离开香港 当然 如果他的父母 也有一些 蛛丝马迹 想准备离开香港 如果以周庭 这么狡猾的性格 他都会担心 会不会被国安署 知道会打草惊蛇 那先说 他母亲是担保人 根据一些 执业大律师也说 除了要 缴付保证金之外 其实也有法律责任 要提醒这些被捕人士 准时去到警署报道 刚才也提到 保证金 有机会被法庭充公 不过一般来说 都不会有其他刑事责任 除非有证据显示 担保人 协助被捕人 棄保潜逃 也说 有机会被传召出庭 就要向法官解释一下 究竟有没有尽力 提醒这些被捕人士 或者叫他 遵守保释条件 例如打了多少次 电话给他 送了多少次 如果根据你的尽力程度 来决定充公你多少的保证金 应该没有八成 也有七成 如果这样的情况来计算 可能你说他有个女儿 难道他出卖我吗 难道他怎么怎么怎么 他应该会自己回来的 妈妈做到担保人 那行不行 这个老师同国官说 记住 就不会有什么刑事责任而被拘捕 所以警方说他行为羞耻 我觉得不单是弃保潜逃的羞耻 对于他的家人也很羞耻 而且他的行为 不是能够始终如一 就是你做戏 麻烦你做全套 如果你说到港区国安法 或者在香港那么得人害怕 老虎虎虎虎虎 都要想起 如何给父母 同样地要得到人生自由 你自己又左一句自由 又一句自由 如果你的父母 弄到还要去警署 至少他们今早都没有他们自己的自由 因为要去到警署 就帮忙调查一下 究竟为什么周庭就没有回来 到时不要又说警方去威吓周庭的家人 而让周庭害怕到在加拿大读书 读得不开心 恐吓他的家人 或者怎么样 现在真的有一个保释 traditional 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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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口 发 行为上是要这样的 不找 那就奇了 找 即使这样叫她的父母去到警署协助调查是对的 还有 她自己说 这一生都不会再回来香港 未来她的父母会否都离开了香港呢 如果是在之后的时间 还是她想连她的父母都拿来做人血饭头呢 你想想 这样的话 又可以老屈说国安处连她的家人都不放过 其实叫你来谈谈谈 问说不放过 不是吧 协助调查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现在又不是说你要抓她 就问你为什么 你担保的周庭不见了人而已 事前事后 又有没有什么消息 有没有蛛丝馬跡 或者拿了多少钱 离开香港 有没有问你拿一些水脚 那个学费 究竟又没有交 原来交了一个学期 接着 原来下一个学期又没交 会不会这样呢 我覺得周庭這次簡直是連她的父母也出賣了 如果真的好像她所說的 港共政權是這麼低人害怕的話 如果不是的話 你怎麼捨得 你說要為千千萬萬的香港人 爭取民主自由 但是你的父母就置諸於不利 還說一路在香港家的時候 會在想 究竟自由是什麼 又說這樣 又說那樣 又說那樣 真的 這麼冷血的人也有 大家怎麼看 不妨一起留言說 多謝大家 拜拜